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萨北宁 欢迎各位 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也欢迎我们100的云端观众朋友的参与 一开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语言是我们人类平时交流最主要的工具 对吧 但是有那么三种通用语言 也就是说不需要说话 只要放在那儿 大家一看彼此就明白 就能够产生心与心的交流 有谁知道是哪三种呢 音乐 音乐 好 算一个 还有吗 图片 图片不准确 绘画可以 绘画是人对情感的一种表达 这个作品往前一放 不需要语言的交流 不需要更多的解释 彼此之间就能有感受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 这种说实在话 我在知道答案之前 我也没想到是他 因为我一直想得很简单 音乐 绘画 体育 我以为是体育 就大家 你赛跑 你需要说什么话 对吧 规则都一样 谁跑得快 谁就赢了 后来我仔细想 体育是属于肢体语言 而我们说的这三种通用语言 它都是以某种形式呈现出的信息 或者说它是一个作品 音乐 绘画 和地图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既熟悉有陌生的东西 现在大家 会看地图的有多少 请举手 你们那不叫会看地图 你们叫会看地图 导航上面那个小箭头 我就问你吧 谁能够凭借着等高线 迅速地判断这个地图上面 当地的地形 在脑海中立刻能呈现出 当地地形的高低 有谁能有这个本领 所以你看地图既熟悉又陌生 比例尺 等高线 就很多我们当年在课堂里学的东西 现在好像一打开这种电子地图 导航地图 好像都用不着了 一切都交给了技术 但是技术背后 是什么样的人 在为我们创造 所有这一切最精准的 不需要更多语言解释的信息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 今天的开奖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家 王家耀 掌声有请王院士 王院士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 请坐 王院士真的是和地图 打了一辈子交道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您平时用导航吗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 因为很熟 就是基本上 东西南北都清楚 东西南北所有的道路 因为很多道路都是出自于您和您的同事的笔下 对对对 你跟他讲的很到位 是吗 哪一段 地图是三大国际通言语言之一 但这个真的出乎我意料 因为一个是它的所谓的投影 怎么把地球投影到这个屏幕上来 基本上是相同的 第二个是地图语言 地图上用的符号 人有个别相信的符号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现在基本上也逐渐趋通了 实际上的东西很复杂的 到地图上怎么表达 你怎么把它精华 用过所需要的核心的东西 本质的东西 能够把它体裂出来 这种方法我们把它叫做综合 制度要进行综合 这三个核心的东西 它是统一的 唯一不论一次的就是 地图上的诸记的文字 我们中国是用汉字 用中文 西方它也是英文之多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有格式的语言 没关系 那没妨碍 对王院士一解读 我们就清楚了 为什么他是通用 是因为他的这些符号 他的这些规则 大家都是相通的 哪怕上面的文字你不认识 但是那个道路的走向 包括那种比例尺 你只要明白 你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看您这今天来带了一套 这个小盒子这是什么呀 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套 我从考进解放军成功学院 学这个专业 一直到八十年代陪伴我 走过了我的这个 青春岁月 由地图制图 手工地图制图 到技术地图制图 再到了一个建地图数据库 到后来做地图信息系统 我的地图学与地图信息工程 制的路 这一辈子走的这条路 是从这么个老古董开始的 王院士很会铺垫 现在已经把情绪和期待 直拉满了 所有的人的好奇心都拉满了 这个盒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那可以看看 我帮您 哎呦 这真是古董 专用十二件绘图衣 对 对 这是 哦 这是那个钢笔 我们那个时候叫小笔尖 小笔尖 这个小笔尖干什么 画地图上的点和尺线 几何规则图形 还有个是地图上有筑基 你这个居民地是叫什么名字 我们那个年代 是因为手里写的 这个小笔尖就是干这个用的 您当年的地图是用手画出来的 手画的 那这个得多精准啊 你们想想 这个手底下但凡一抖 那出去就几十公里就没了 这个小笔尖还要磨 那个时候的磨是很小 那小笔尖 我的所有的工具呢 是他们修磨 把它打磨是符合于我现画的要求 画多出 这个小笔尖我刚才说的 它的现画是0.08 到0.12之间 这个出息范围里面 就是可以控制的 还有一个我跟大家介绍的 这是笔 可以转动的 我们叫单曲线笔 画什么 画等高线 等高线 河流 等高线是0.1毫米 我这个小笔尖画了全国各个地区的图 我都画过 画着画着那个三角脑子里面 立体就出来了就 这印度我脑子就出来 所以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 说真正懂地图的人 他只要看一眼地图 心中就有了高山大川 所以您的这套工具是 从50年代用到80年代才退休 从72年开始 我们就想用计算机来代替小公司图 我是听说您是中国计算机 计算机制图的开创人 就是中国的计算机制图 是从20年开始的 76年我们搬到郑州以后 开始建计算机制图计划 然后我们79年开始造成 造成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王院士跟地图打交道 也见证了地图随着科技的发展 时代的进步 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样一个历程 我们都知道前不久 2023年最新版的中国地图出版了 对了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 今天的那个国家成功法的宣传日 和国家版图意识教育周的活动 我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报告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 我们国家的建设 法部的国家标准地图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大家要关注 一个是钓鱼岛 钓鱼岛机器复苏的岛屿 它怎么表达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台湾 台湾招什么蛇 眼蛇 台北是怎么足迹 第三个关注点表达的就是南海 南海 大家知道南海最岛 大家知道南海最岛 我们讲这个丹麴岛屿范围里面的岛礁 激起它的湿海里的广沙船 和那个洋梅海里的建设经济区 第四个关注点就是中印边界 中印边界它的这个几个段 大家要关注千万几个地方 一张小小地图 但关乎的是千古大石 所以很多的表达 每一版地图也代表着 一个国家的态度的明确 今天来到现场 很多年轻人都对地图 这个概念很感兴趣 分别带着他们的问题 来到现场想和您交流 王院士 萨老师好 我叫包容 我是一名国风社会博主 我今天的关键词呢 是实力与颜值并存 那么我们在那个 对地图的一个 最清晰的一个特点的印象 就是准确 然后严谨 但是我认为呢 就是地图不仅可以给我们指引方向 它也具备了艺术品才有的美感 您也曾在您的著作中提到过 就是绘制地图不仅要精准 也要懂审美 然后我最近就是以我的家乡为主题 绘制了一幅地图 就是可以请您帮我看一下 我画得怎么样吗 你是四川姑娘 对 四川呀你 这是啥子吗 甘孜 阿爸 成都 它绘得特别像那种神话传说里的寻宝图 你这个图就设计了我们国家几千年来 从古代地图到近代地图 到现在地图 这个三川表达的那种手法 对 它是有这种 你看 而且它把每个地方的特点 传统文化 把每个地方的特点也标注出来了 对 有灯绘 有这个景颜 是吧 自贡那边就是景颜 对 就是画的是一张巴蜀文化的分布图 我要说的是 你这个作品 是属于地图文化的创意作品 它跟我们通常说的国家的 基本的社会地图进行图 是两个概念 有的区别 是的 有区别 对 从广义上来讲 科学性 艺术性 使用性 这个要统一起来 科学性是主要的 使用性是主要的 但就地图文化 创意这个作品来讲 它的艺术性是很重要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王院士 您觉得就是地图可以画的 华尔幼实 精准且美丽吗 我们怎么样才能感受到地图的美 地图的美 它体现几个方面 一个是地图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它的色彩 艺术 它的表现力 你怎么吸引一些眼球呢 大家还要看 是不是 这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这是属于地图文化 创意一个类型的 但是就我刚才讲 我们的地图的美 不管是艺术上的美 不管是形式上的美 它还是为地图的内容服务的 你表达什么东西就看你 你表达均确的位置 均确的 经过测量的位置的话 那里是严格的科学性来 像这样的地图 你就测试 你看到武汉是名声旅人地图 广场舞 武汉广场舞地图 我作为一个武汉人 第一次知道武汉还有广场舞地图 这种地图 它的潜点还是比较大 我们武汉的地图分出几种类型 没有 这个地图的基本信息 是相当准确的 它不是说随便的一个 大概的区域范围 所以它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果 我们最近几年来 我们国家吃饭了很多地图 地图系 你可以回去好好地参考一下 是 下一位 我叫袁野 我今天准备的这个词 稍微听起来有点矛盾 众所周知的秘密 感觉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 但是放在这个历史的跨度上 或时间的跨度来解读的话 还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关注王院士蛮久的 因为我是一个军民 我前段时间就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咱们国家呢 刚刚解密了一份 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军事地理信息的一个系统 就是王院士牵头来做的 所以这非常荣幸 向您提问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图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是机密程度非常高 那现在大家一说到地图都觉得 好像很平常啊 打开手机电脑 马上的各种地理信息就出来了 甚至的精度非常高 还是免费的 而且你还可以看卫星视图 对对对 各种的视角 就感觉它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就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图 看似已经完全透明了 它还有需要保密的地方吗 地理信息安全的问题 对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 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规定 这个并不是我们一个国家有规定 就是多大的比利时的地图 大比利时地图 表示的最详细 最精准的地图 那是要保密的 小比利时地图 不是那么精准的 精细的地图 那个是可以公开的 对于大比利时地图 我们怎么用的 我们内部还在用啊 你保密的 大家不用啊 各个部分不用行吗 不行 所以它要用一定的数学方法 做一些处理 使它的位置 那不是绝对的 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用手机 看到的这个信息 加密过的 你可以看到位置 但这个位置 不是就是 它不是最准确的 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但是它不影响使用 不影响我们使用 相对的位置 就一般民用来讲够了 原来是这样 这个哪个国家都一样 为了保护自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保密工作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王愿来考考大家 看看大家对于地图 这基本知识 了解的程度怎么样 您先给我们出第一道题 下面这把这个历史事件 是与地图直接相关的 A 西天取经 是吗 B 图穷彼剑 C 张迁找呼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肯定是A嘛 你实际上有名的 这个历史事件 还有没有地图 它怎么到了西天 谁说 怎么到了天竺 都不知道 直接相关 来 选A的有多少 直接相关 这又选A的 西天取经 西天取经不用地图 它有导航 白龙马就是导航 选B的有多少 图穷彼剑 选C的有多少 张迁凿风 我跟大家回答 图穷彼剑 这个故事啊 是燕国的那个荆轲 对 荆轲刺刑 王太子的要 要他去刺杀那个秦王 秦始皇 怎么办呢 要他带回地图 把那个匕首包在地图里 包在地图里 先看立地图 用地图是象征 一个国家的版图啊 对 是国家祖传和领头 完成的一个象征 非常重要的 他认为 秦始皇一定会见他 结果没想到 见之后 他那个匕首露出来了 叫图穷彼剑嘛 他自己被 传绑了 很快那个秦国 我就把英国灭了 就这个故事 但后世也有很多人 在做假设 如果当时荆轲成功了 中国的历史会是怎样 那是确实 当然历史是 很多事情不接受假设 对 图穷彼线 这是直接跟地图相关 因为当时看的就是地图 好 第二道题 现代地图 为什么要上北下来 做西游路 确定这个方向的原因之一 我这个地方提供了三个原因 一个方便汇制 第二个方便航道的车辆 第三个约定出城 你们觉得是哪个 这道题有难度 有难度 有难度 对 你想 你们可以想象 但大家我觉得可以把C排除掉 约定俗成 这种话怎么可能出自于科学家 最后科学家的任何事情 尤其地图 对 这种规定 约定俗成 大家都习惯了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是吧 你们觉得呢 选C的有多少 我看有多少人不听我的话 还真没有 选A的有多少 方便汇制 为了方便王院时他们工作 人数不多 选B 方便航道测量 来 这个男生 你说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是 方便航道测量 跟航道有数码关系 他可能会更方便大家去观测 阳流和风带这些 就是地图上的因素 所以他会以这个 独习南北为这个 就是绘制的要求 我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 就是你看这个题面 他写的是现代地图 我觉得现代地图 要是追溯它的 这个发展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 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 是吧 那个时候对于航海的需求 它有什么 有风 有洋流 是吧 如果按照 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比较好显示 倒过来不也一样吗 洋流 我们就画个反的方向吧 对吧 赞成有定数審命有多少 没有 经过我一番劝说 大家都 哎呦 现在就 却有 好 谢谢你做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说 地图作为一个国际通用语言 是吧 大家总得要规定一个规则吧 这个规则 可能大家就是可能 开个会议商量 要不然咱都这样画 就跟开车一样 就现在有的国家开左边 有的国家开右边 对对对 如果约定俗成了 大家多往一个方向开 就方便了 商量好就完了 谁跟谁商量呢 对对对 专家跟专家商量 所以他我估计 那就不是一次会议 或者什么两次会议 这就是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 慢慢慢慢大家开始统一成的一个标准 所以叫约定俗成 对对对 但这个词太不科学了 确定俗成 正确答案是 C 我原来是风轻云淡 C 真理有时候是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各位 为什么这么说 最早用纪尾线来制作世界地图的 纪尾线 网格的方法来制作世界 就是托勒米的 那是公元90年到168年 托勒米是这个期限出的 我们现在的地图上 国家的标准力 大比是地图上 都标有一个图叫三百方向图 一个是磁 磁北 磁力 磁北 地磁 磁力 磁百方向 一个是坐标中心方向 有坐标系 持久坐标系 中心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真直五千方向 真直五千就是指向北方的 所以我们的地图上 现在就是普遍地 都是上北下来 做西游动 所以是约定俗成 但是这个约定俗成 确实给我们所有人 带来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就地球正着的时候 南极一定是在下边 但航天员说真不是 就你到了太空以后 没有什么上下左右的那个概念 它就是一个球体 那北极南极还知道 对 北极南极还是能看到 但是就是我们老觉得 什么叫正 就是上北 下南 左西 右东 这叫正 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是画出这张图 这不是一幅完整的标准的地图 完整地图 基本警察多少 尾查多少 有规定的国家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画这么一块图 你们想要多长时间 剩两天 还两个月 还剩两年 这道题我不再给你们任何建议了 你们不是一起选 但如果是我 我就往长了猜 多长时间 不往长了猜 怎么能体现出 咱们绘图工作者的 艰辛和不幸 有道 这份工作的挑战 难度怎么体现 就这么一块 如果我画那是两年 王院士 那估计 三成两天的 有没有 两天 觉得两天就能搞定的 这行 你找他们当研究生 好 让他们感受一下 两天 两个月 各位两个月 两个月是三个选项里 我觉得最 不少 就最合理的一个 是吧 三成两年的 也有啊 我就认为您就这么不容易 我先看一下投票的比例 反正那个兴趣答案 也是 60%认为是两年 如果是两年的话 我们制度的人还干什么呀 都不把王院士的时间当时间 这么一块图啊 给您两年啊 给我画一个这个 包括到实际上 包括到实际上去测 拿回来汇 因为就是没小块 我们实际上只花了一天 一天半的时间 这是一幅标准的地图 一笔标准的一千分之一的地图 让它一小块 一千分之一比的是很大的 这个图形相当比较简单的 我都说了 让你们别跟着我跑 你们不听 我猜中了这个开头 但我没有猜中这个结局 确实 确实王院士是为了 要用这道题 告诉大家他们的工作性质 但不是有多难 而是他们有多厉害 这是一幅一笔一千的地图 如果说是一笔十万 图上一厘米 小段位 实际上的一公里 那种地图啊 一幅完整的地图 它的精彩 尾彩的规定 幅面很大的 比较大的 首先要编稿 从我们写文章里 首先写完稿 然后就会亲样 重新造马获福的会议员 能够出版的 编稿也在五六四天 所以一个优秀的作业园呢 一年能够编稿 复杂的地图 做三幅地图 就是很优秀的 因为我们这个 是个一笔一千 那么一小块中间呢 它不是一幅完整的 所以时间相对短一点 但今天 这样的手绘的方式 已经基本不用了 因为有了 我们的开创者 用他们当年的努力 用他们当年的这种眼界 在很早的时候 就提出了 要用现代的计算机技术 来进行地图的绘制 从而使得 我们今天的地图的测绘人员 不会再像当年 王院士那样 要用他的这个工具 一点一点地 在图上去画 但是这份精神没变 那就是这种严谨 这种准确 这种对 对祖国河山的 每一寸土地的 这种责任感 这是始终延续在 我们地图人 血脉中的精神精髓 那接下来 我就把讲台留给您 您给我们的年轻人 好好地讲一讲 您和地图的故事 我们有请王院士开讲 同学们好 大家辛苦了 刚才我们就有关地图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 大家提了好多问题 咱们对地图 应该有了一个触碰的认识 我是搞地图制服的 这一辈子走的这条路 都离不开了地图 全国各个地区的图 都划过 那个时候是 在地图上游览 全国的美丽的 这个第三大圈 过去啊 手工时代 我们要重点地 到实地上去进行搞它 现在有卫星遥跟 很多情况 不需要到实地下来 我们到个四川本地 它的居民点呢 非常有特色 它像一把芝麻 撒在大地上来 就是居民地很小 我们把它叫做 分散式的居民地 我们还到了东南沿海 你看浙江 它就不一样 它居民地是 沟渠分布的 我说的是小居民地啊 还有大城 大城市都在沿海 华北 华北的居民地就不一样 华北的居民地 都是集团主团式的 一团一团二代 所以这些居民地 它在土上表达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考察过海岸地形 各个地方的气候条件 不一样 机制条件也不一样 所以深层的地形起伏的形态 是各式各异的 我最让我是贵州学长 它是喀什的地方 一个一个像小馒头似的 它那个贵阳市就是分散的 温温温温的 它不是像我们华北地区的城市 一年成一大片 还有陕西 陕西的黄土里面 比较特殊 有圆娘母 说这些词儿 圆就是一个平底 甘肃的亲养就在圆上 我前不久还去了 还很漂亮的 所以各个地区的地方 在我脑子里都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一幅地图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我们要认识 什么是地图 地图有三大法则 一个是数学法则 它要有数学基础 因为你要在土上进行量刷 量算 你没有属于基础 没有框架 你没法量算 不紧缺了 第二个 要有地图语言 谁也看见明白 这个符号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什么东西 第三个法则就是 你怎么把它的精华 用过所需要的核心的东西 本质的东西 能够把它体现出来 我们把它表示在 相应比例词的地图上来 按照它的规定的详细程度 这三种东西 构成了我们地图的 基本的东西 那么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的地图就可以反映地理世界 它的各种要素 比如说水 有交通 有城镇 有居民地 有植被等等 各种要素或者是一些现象 就是看不见的 比如说温度 气温 特别说我们现在地图 已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的升空了 月球 月球表面的地图 我们现在也做了 月球影像地图 还升空圣地 即使的 即使生步的 所以现在地图 总的很多 但是中心它不违背我前面讲的 那个地图的基本的概念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大家可能会问的 这个地图到底和我们人类 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说一句话 关系非常密切 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时机 不可能没有任何显示的地图 德国有一个魏克拉 他解决了大陆飘逸去说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 他是通过把世界地图的 各个块 把地图拼 拼在一起拼合 然后就会发现 各个大洲之间 都有一个连接线 他两个就是一块大陆 后来因为地图运动 我们漂移了 所以在形成现在的 其大洲其大洋 是一个气象学家 通过地图拼块 发现了一个规律 我们的国民经济 需要利用地图 国民经济要进行规划 要进行建设部署 哪些部署部署在哪里 哪些重大的工程 部署在哪里 我们都要用地图 是吧 我们的左上指挥和军事行动 要用军事地图 你们肯定是极大战狱 我们的喜欢员们 叫毛主席 有时候也在地图面前 做办法半天的 琢磨我们的左上指挥 我们怎么部署 我们的部队怎么调动 怎么配置 所以地图 有人说是军队的眼睛 战略就是地图上 使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 什么时间进攻 在什么地方进攻 什么地方防御 先在地图上来进行谋划 所以军事上使用地图 即使在现在 新情话战争条件下 我们的武器平台 我们的远程武器 也仍然需要进度很高的 试试地图的 下面我觉得第一集的 就是地图出问题了 结果导致战争失败的 1983年 他们要攻打那个 叫哥林拉达的 哥林拉达的一个岛国 加拿比海东南边地 靠近南美洲的北部 那个地方 当时要攻击的时候 结果第一次轰炸的时候 出问题了 那个地图上 那个地方有一个精神病医院 地图上没有标注 结果空袭的时候 把那个医院炸了 而第二次 另外一次空袭的时候 使用地图 它的桌面网格是一套系统 那个飞机上 飞行员带的地图 是另外一套桌面网格系统 两套桌面网格系统不一样 所以结果轰炸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人轰炸了 炸了 自己的部队 炸了自己的人 炸了自己的人 当时炸了18个人 其中一个最后还死了 这是说过失地图 这是由于导致战争的死亡 死亡的 我在回到本地上来 一幅地图到底怎么做出来 我简单地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搞一堵楼房的建筑 我们的建筑工程师们 他首先要进行设计 实际要调查这个楼房 建在哪里 那个地方的地址情况 还有对这个楼房 有什么要求的 干什么用的 在这玩意之后 就要进行楼房的设计 这个设计先是在指图上 规划出来 这个楼房的内部结构 外观 屋顶 设计的很细致 然后要建筑设计图之后 施工队 武器施工去 施工完了以后 然后你要做进攻研修 印刷完了以后 再交付使用 我们一幅地图 是怎么担心的呢 基本上也是这个过程 我们首先要了解 这幅地图 它是表达的什么地方 我们要进行调查 要查完资料 才会已经出版的地图 甚至要到实际上去考察 搞清楚这个地方的 特点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就进行 这个地图的设计 包括总体设计 符号设计 舌采怎么设计 怎么用舌 最后我们怎么出版 以西里的问题 做完了之后 然后开始有制度队伍 来进行 边搞边会 然后清会样土 清会 然后到工厂去 进行出版印发 我们实现 五百多年的地图史 它几乎和我们人类的文明 有相同的 悠久的历史 我把它缩列了一下 我把它叫做 三次崛起 第一次崛起 我们叫古代地图学 原始地图的萌芽 和古代地图学 从公元两千多年以前开始 七千年开始 这个代表性 标志性的成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个人 叫裴秀 这个裴秀是西京 史性的一个人 当过宰相 他有一本很有名 名字都叫鱼拱地狱土 它最著名的贡献就是提出了 我们中国古代地图史上的 新的仕途理论 叫仕途流体 这流体就是只能留下原则 用现代的话来讲叫什么呢 比利词 它叫分离 第二个我们叫方向 它就举红望 方向 第三个 到底是什么 就是距离 第四个高下 就是相对高层 第五个是方形 因为地表是有起伏变化的 起伏的坡度的 最后一个是鱼子 鱼灰的鱼 是直接的鱼子 鱼子什么意思 就是实际上那个高级起伏的 这种道路的距离 和我们地图上 我们地图是个二维点 对不对 过去 这个距离之间的转换 所以在我们国家古代地图史上 它是代表我们东方 以中国为代表 东方的一种思想楼前 第二次崛起 就是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以后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没到六十年代初 这么长一个时间里面 这段时间的贡献 主要是 一个是弟弟到发现 我强调一下 正和解开了弟弟到发现的序幕 它最早 它比一大地个人部 要早大概四十年到五十年 当然也比那个 打干嘛 买在人 就更早了 早下来 所以我们认为 正和是解开了弟弟到发现的序幕 当时你社会科学 科学技术也在进步 仪器 现在仪器也逐渐出来了 到十九世纪末之后 就有航空摄影产量了 航空摄影产量的方法就为 我们地图学提供了 大量的这个资料 大量的影像信息 就出现了影像制度 第三次崛起 就是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我们搞计算机制度 就是计算机数字地图制度 取代了过去的传统的手工地图制度 这是一个理成碑式的一个变革 它的最大的功劳 就改变了地图的生产方式 我们叫地图制度 与地图出版一体化 甚至是数字地图 直接制版 直接影响 那么多繁盛的工序都没了 现在AI时代 我们有没有可能 还有第四次崛起 我跟大家的回答 现在肯定是有的 包括我们国家在内 世界各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发展 能够智能技术的战略 现在这个AI的产品也很多 我们更是如此 我们921世纪以来 能够智能在我们地图制度 当成什么应用 制度要进行综合 就我和我的学生 研究了大量的一些现实问题 所以我们在2021年 我当时牵头的 联合了国内的知名的高雄院校 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专家 我们联合在一起 点下来制度综合 这一个一百年以来 没有解决的一个国际性的难题 为什么说一百年呢 因为这个问题 是德国的一个技术学家 叫埃克尔特 他在1921年提出来的 到2021年生好一百年 取得了很多成功 那人工智能时代 跟我们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人工的思维方式 工作方式都不产生的变化 你无人驾驶汽车 我们叫自人驾驶汽车 你需要高精度的导航电子地图 要吧 这个地图可不是人手工化的 我只是给它个基础框架 传位部门给它 它有传感器 感知了以后这个数据传到云上 由云单来进行更新 进行制度 我们叫云单制度 完全是计算计算的地方能运作的 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不是哪个单一的学科能够解决的 我们地图学也是一样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 我们一定有一个很光明的前景 所以我说的第四十学期 是个避难的趋势 地图是浓缩 是传世世界的解决 地图学是跨越时间和空间 跨越自然和人文 跨越技术和工程的科学 我做了一辈子 虽然我已是87岁高年了 但是我还要继续干跟你们一起 我最后总结一下我几句话 就是说 任何科学研究 这个科学的大道上 它都不是品质的 你想走捷径 不现实 只有那一些 不畏艰难 它不怕挑战 由于科难公关 最终必然会判断到 你所从事的那门科学的顶峰上去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 平时说的 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 我想我们共勉 好吧 大家共同能力 谢谢各位 再次掌声感谢王院士 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 院士 咱们还有最后一个小的环节 就是刚才在您开讲的时候 咱们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 写了这个小纸条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网络的观众 也发了好多问题过来 我选了一个问题 很有意思 这位年轻人说 有了地图 我们能知道自己在哪 有了导航 我们能知道自己要去哪 那我们年轻人 应该如何为自己 绘制一幅人生的地图 能够找到自己 在这个时代的定位 和人生未来的方向 这个问题太难了 我想我们可以把自己的 人生的规划 你可以做个路线规划 是吧 我这个人生 我分成哪几个阶段 哪一个阶段 该完成什么任务 达到什么目标 这个目标怎么清楚呢 说的原则呢 也要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国家需求 需要 这是最主要的 还可以把国家的需求 和你的心情的 能够结合起来 来定定目标 王院士告诉了我们 一个最重要的方向 如果人生是一次倒塌 以现在作为起点 你要去的方向 一定是和这个国家 和这个民族 和这个时代 共同前进的方向 对 你如果逆向而行 那对不起 这条路走不通的 是 是造英雄 我这个人 不是一个聪明人 不很聪明 但是我一辈子也坚持 三分聪明 一分勤奋 我都没有想到 我2001年 我当了院士了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 放在国家的 大决策上来考虑 把社会需求的 大决策上来考虑 就跟我们导航一样的 其实我们有了基督 有了党 我们都知道我在哪里 我的目标在哪里 关系是逐渐的怎么走 这就是我们人生 回话要做的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今天开讲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细节 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怕王院士身体受不了 说给王院士准备个椅子 但是整个开讲的过程 没有用 这个椅子一下都没用 所以我在想 这就是 这就是院士在用自己的行动 在告诉我们 一个人究竟如何坚持 才能够真正地按照 自己的既定目标 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好 那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是一种精神的指引 谢谢王院士 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期开讲 再见